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报告 副馆长张维鹏前来领受任务 现在隆白二位市长都在这里 这就说明我们的洗衣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 是 目前就是暂编第五十二事还没有安排 你们是知道的 这个是平日里就拒绝我过问他们的事情 因此他们是不会同意起义的 更不会听从我的命令 关键是 暂编第五十二事 正好驻扎在隆白两个市的中间 是我们起义的最大障碍 现在我命令你去解决这件事情 怎么解决 方才我给李松市长打了电话 让他今天晚上十一点带着三个团长到这里来开军事会议 到那时你就把他们扣留 是 你把这封信交给李松市长 然后再告诉他们六十军起义了 要他命令他们的副市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我行动 否则他们的生命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这都十一点了 郡座怎么还不来 他们架子也太大了 让我们弟兄三人等还可以 让我们师座也等着 少说两句 李师 这是军作写给你的亲笔信 我们从西南边陲的家乡 千里迢迢跑到东北关外来打内战 一打就是三年哪 你们跟着我曾泽生背井离乡 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尤其是被困在长春的这几个月里 连个饱饭都吃不上 我 对不起你们 郡座 人心向悖 大势所趋 如今败局已定 为了不让兄弟们跟着我饿死 不抛尸沙场 能早一天回到我们云南 与父母妻子和儿女们团聚 生路 只有一条 那就是起义 起义 我早就想起义了 可就是因为这事老虎皮硬撑着 大家都知道 这仗是没法打下去了 全是上千的兄弟都快饿死了 你们呢 我们听事做了 市长 欧阳副市长 在 你带着三位副团长赶回去 军长一声令下 立即起义 那我们市长呢 他和三位团长留下 协助军座策划起义 是 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军座要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听话 跟着新七军跑 我们就先剿灭你们 我们要解放军座后盾 你们不要执迷不悟 敬酒不吃吃法脚 是 我们服从指挥 拥护起义 名人不做暗示 龙市长和白市长奉军座之命 早已派出监视部队 是 我明白了 解放军不计前嫌 立功者奖 明白了 你们一定要三思而行 考虑到我和三位团长 是 是 报告 远1840市市长潘朔端 前来迎接曾军长 潘市长 惭愧 你走到了我的前面 革命不分先后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东北野战军 第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唐天记将军 唐将军 白军之将曾泽生 前来复兴请罪 欢迎您阵前率六十军起义 好 这位是张少帅的部下 我第一兵团的参谋长 谢方将军 你好 曾将军 你我过去经历相似 今天总算走到一起了 将军是我的前辈啊 今日相见恨满 曾将军 我兵团首长正在司令部等候您呢 我们走吧 请 请 请 我代表 东北野战军的首长 和第一兵团的全体指战员 热烈欢迎曾将军 率六十军起义 请坐 正如唐副政委他们跟你们讲的 六十军起义以后 和解放军同样待遇 由于你部被围半载 身体雷弱 生活坚固 六十军交放之后 彻底长春休整 不再参加 见面新七军的战斗 谢谢 坐坐坐 坐 曾军长 从现在开始 咱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现在我告诉你两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这第一件呢 就是你的老上司张冲将军 近期将抵达长春 他要亲自为你接风洗尘 请和你这次率领六十军顺利起义 我对不起张将军 我们云南的这位老将军亲自对我说 则生我是了解的 他会迷途知反的 只我者张将军也 这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 十分关心你这次起义 真的 真的 你们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我们现在的周恩来副主席 他写了封亲笔信给郑东国将军 希望你能够转交给他 我一定效力 张建石原在东北的兵力部署 是三大块 长春 沈阳 锦州 随着锦州战役的打响 他又把沈阳的料药香兵团 调到张武西里团一线 在锦西葫芦岛成立了一个 以侯敬如为司令的东晋兵团 你们看 原来的三大块就变成了五大块 现在锦州解放 长春起义 这五大块又变成了三大块 即锦西葫芦岛的侯敬如东晋兵团 辽西走廊的料药香兵团 以及坚守沈阳的魏力皇大本营 是的 你们二位说他蒋某人还想继续打下去吗 恐怕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我看他是想逃跑啊 换句话说 他是想把剩下的近三十万军队调到江南 成为他巩固长江的资本 进不进东北他可以说了算 但现在他跑得了跑不了 那可是我们说了算 他们的退路有两条 一条是从海上走 一条是继续打通北宁县 由陆地上走 立即电高林彪罗仲淮 派部队攻占引口 断掉他们海上的通道 他们为了打通陆地上的通道 一定还会来个东西夹击夺回锦州 好啊 咱们给他来个请军入瓮 点令林彪罗仲淮 有意把主力部队西仪造成一种假象 引诱料药香兵团西晋 然后在辽西走廊拒建制 锦州是通向关内的咽喉部位 必须得拿回来 另外 曾泽生带领六十军降共 所以郑栋国必须率新旗军迅速突围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目前战况看 郑栋国和新旗军就是想突围成功的可能性 也是微乎其微养 那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又一个学生落入共军之手 立即给我派飞机 把郑栋国从长春给我救出来 长春的机场早已被共军占领 小长 我看您还是谈一谈如何收复锦州的事吧 据国防部评估 锦州保卫战二十二天 必伤共军六万人以上 因此 共军没有一个月的休整 是无力再战的 而我们的沈阳主力 新一军和新六军 还有作战能力 再加上我们的空军配合 完全可以收复锦州 可廖耀香当面告诉我 锦州地区共军还有相当攻击实力 这是他夸大其词 据我们空军连日侦查 共军已经开始向北票复兴撤退 我料定共军不会死守锦州 因此 让廖耀香兵团 在侯靖汝东晋兵团的侧应下 尽快向黑山大虎山 锦州方向攻击 君如你怎么不说话 总统 首先 我不认为锦州已经没有什么共军 其次 共军势必以锦州的主力 回时先打廖耀香西晋兵团 因此 应速将西晋兵团的主力 从新立屯撤回新民 沈阳 你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吗 我计算过了 时下共军的兵力超过我军近两倍 而且无后顾之忧 可以集中兵力对我作战 我可以派空军把他们给炸翻了 我军既要保卫沈阳 又要收复锦州 南北分进既不能合击 又有被敌军各个击破之欲 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 行了 光停啊 来 坐下 说说你的看法 我觉得 他们二位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鼠目寸光 校长 政工局局长邓文仪 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奉命来见 都坐下吧 不 我们还是站着 聆听校长的训事 好 你们三位 都是我最可信赖的学生 今天 我要交给你们几件秘密的任务 注意 一定得保密 是 是 是 郭辰 你是廉秦总司令 在我军撤手沈阳之前 你一定要去清理那儿的兵工厂 把那儿的重要设备和机器 全部运往江南 是 郭辰 郭辰 你是国防部作战部二厅厅长 一旦国军撤出东北 你一定要赶在共军的前面 不止秘密电台 继续我们在东北的破坏活动 是 郭文一 你是政工局局长 由于锦州失守 曾泽生投敌 我不得不放弃沈阳 因此我们要将东北的精锐部队 撤回江南 保卫南京 那就通知杜宇明和廖小湘 让他们做好撤退江南的准备 你糊涂 是 你这样做不就等于把秘密公布于天下吗 学生考虑不周 请校长系动 另外 廖瑶湘他们坚持要从营口撤退 可是他们就没想过 几十万的国军需要多少船只来运输 再说 共军会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吗 他们只有打通 锦州通向华北的路上道路 才是最有效快捷的方式啊 是 为了稳定军心和民心 为了应付社会上的舆论 我们还必须打出 归附锦州的旗号 现在你们都明白我的部署了吗 明白了 因此你们要用自己的口气 向杜宇明 廖瑶湘吹吹风 一定要把东北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 保卫南京 什么 信其军军长李红盼便投共 信其军军长李红盼便投共 我和李红盼便投共 那些人都要用自己的宣传 他总是不得了 检查 four 若失机翼 只是全盘占据于不利之中 该副总司令军长等 即以违抗命令论罪 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目前全国胜负之举已定 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 已无疑 中今孤处为成 人心士气久以备理 蒋介石纵树令凶部突围 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 何能逃脱 曾军长此次举意 一位凶开一位人民立功自属之门 凶已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 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气 率领长春全部守军 宣布反美反蒋 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赞成土地改革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一次 隋梦 小校长 周主任 我这个学生 好难当啊 政府总 λι неп 龚族说啦 只要您不下令抵抗 龚军尊重您的人格 也算您是起义 至少不过 我把你疼 我乱了 我把你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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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疼 我把你疼 你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通北京县 这是由蒋介石的性格所决定的 用老百姓的话说 追死不认得四两九千 他想从陆路撤出东北的精锐部队 一部分加强华北的实力 大部分用于江淮地区 难道他会放弃海运吗 绝对不会 他当然清楚 从营口是很难在短期内 运走这几十万军队的 这就为我们歼灭沈阳的魏力皇 辽西走廊的料药香 锦西葫芦岛的侯禁儒提供了条件 对 我立刻以中央军委的名义 电令林彪罗中环 一 派兵守住营口 二 从速做出在辽西走廊 歼灭料药香兵团的作战计划 老毛 恩雷 老总来了 魏力皇杜玉明他们又被蒋某人招到北平去了 这个蒋介石又走到主席的后面去了 恩雷 让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尤其是附作业身边的人 密切关注蒋某人的一举一动 主席放心吧 我们的情报来源和准确性绝对可靠 肚子饿了 走 到我家吃饭 老毛 这是你们家吗 这是我家 光顾着说话 任恩来把我领到他们家了 多谢老总 既然到我家来了 中午就吃顿便饭吧 好吗 不不 我中午得回去 我回去吃饭 老总 你为了陪客卿 就把我们两个晾在这儿了 什么话 我怎么得回去打个招呼 打什么招呼 客卿饿了 他自己会吃吗 李多人不怪吗 小崔 到 去主席和老总家里分别打个招呼 中午就在我这里吃饭了 顺便谈工作 好 走吧 走 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 光婷 你还同意俊儒的意见吗 我基本上同意 魏总自领的意见 你生兄 这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忌 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都说家贫出孝子 国难出英雄 可时下你们没有一个能和我想到一起 是 教长 我还有两个方案 不知 说 第一个方案 有计划的令东北的国军迅速地撤离营口 第二个 以营口为后方 以一部守沈阳 主力归廖廖香指挥 先转移到大湖山 黑山以南 如果攻击成功 进而收复锦州 攻击不成功 即逐次抵抗 迅速向营口撤退 并现以五十二军占领营口 掩护廖兵团撤退 先这样吧 必要事在意 好 光厅学长 老头子说让你到东北 去接魏力皇的指挥大权 我不能接 我有病 老头子说只有你去东北 才能够执行他的命令 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 谁也没有洒脱成兵的本事 我们都应该劝老头子 要熟 就让魏军入手 要撤 就从营口撤 那老头子要是下命令呢 你走吧 告诉我 为什么不愿意去东北指挥 我认为魏军入在东北何事 我还是回徐州去 徐州现在没有战事 吃紧的是东北 你去接替魏力皇 指挥廖药香 一切都有可能 校长不止一次说过 我们还有飞机箭炮等 杀伤力很强的火力吗 罗参军说的是 昔日秦王法处 问李信需要多少病理 信说不过二十万人 又问王检 检说信已兵二十万公主必败 一尘余剑 费六十万不可 秦王一剑 老而妾 不如信状而勇 随用李信霸王解 时下罗参军有这样的告见 请校长用他做魏先生的参谋长 既可不变更指挥机构 又可收速战速决的效果 我恐怕这 校长您认为收复锦州 有几成把握 我想六成总是有的吧 孙子说 辅慰战妙算胜者得算多也 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 我们现在算到了六成 只会失败 不会胜利 那你说 我们该如何收复锦州 目前还不敢确定 如果马上将东北国军的损失补齐的话 三个月可以向共军发起进攻 太久了 太久了 孙子说武则公职 十则为职 倍则齐征并用 有棋无棋 有棋无棋 美战必带 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 凶多吉少 好了 长话短说 你是一个军人 军人就得服从命令 你去东北接替威力皇 校长 你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连你都不听我的指挥我的命令 那就得亡党亡国 现在我宣布一项命令 委任杜玉明 为东北较总副总司令 见继热辽司令官 继热辽司令部 涉于葫芦岛 是 你先陪同魏俊儒回沈阳 代表我向廖耀香刘豫章下达命令 是 俊儒 你还有什么意见 伪总统之命 侍从 中央军委毛主席要求我们 准备奸机 有心力囤向我们前进之敌 如该敌不再前进 我们则先攻击西力囤 抓住廖耀香使其走不脱 全面歼灭之 如果廖耀香兵团退守沈阳 或引口一带 我们则包围张武西力囤地区 各个歼灭之 全接廖耀香兵团 有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 以上自锦州 北进的部队行动要迅速隐蔽 每天的出发和速营 均以不致敌机发现为原则 独立第二师附属一个重炮营 归本部作战处长苏靖指挥 以四天行程直打引口 以对付敌海陆两方面的攻击 此次大战 关键在于能否截断张武 心力囤支敌的退路 能否截断他们的退路 又在于黑山阻击战 会后 我将单独向梁兴初 周治平下达具体作战任务 是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北宁铁路和大正铁路 还有一只平行的公路都由此经过 是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走廊 可否这样说 黑山大湖山就像是控制这条走廊的两山大门 如果我们关上这两山门 就等于关上南出引口 北退沈阳或继续西进锦州之大门 对 好 为阻止廖乡 进黑山大湖山向锦州前进 我命令由你和周治平统一指挥第十一纵 即第一纵第三师 内蒙古其一师在南起大湖山铁桥 西至水干 宽20公里的弧形正面展开防御 是 你们一定要控制黑山大湖山 在那里构筑公事选择阵地 顽强死守 掩护我军主力到达 全金 前进之敌 是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电视 魏力皇和杜宇明已经回到沈阳 估计也正在研究如何攻占黑山的事情 所以你们必须赶在敌人前面抢占黑山 封总统施域 廖兵团立即袭进 攻占锦州 为此廖兵团出现有的新边第一军 新边第三军 新边第六军 第七十一军 第四十九军 以及骑兵重炮战车外 另外增加第六军二零七师 沿北宁路向黑山大湖山攻击前进 是 如黑山之敌被击退 即向锦州攻击前进 如果黑山大湖山之敌顽强抵抗 并有增援迹象 即向引口逐次抵抗撤退 请转告校长 我一定如期攻占黑山 并配合侯敬如的东晋兵团 归附锦州 廖雅湖将军 不要轻敌啊 魏老总说得极是啊 魏老总 不瞒您说 我来沈阳前 就已经下达了抢占黑山的命 真的 我已令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指挥该军两个士 以及第二零七师第三旅 并配手兵团两个中炮营 在二十一日浮晓 向黑山发起攻击 一定要慎而又慎 杜长官 您不是要非赴葫芦岛作阵吗 对贵府锦州有何看法 我希望你和侯敬如 在锦州会试 我希望在锦州迎接杜长官 交兵必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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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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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校长 廖藥乡兵团攻击黑山一再受阻之后 于今日又集中第71军 新编第1 第6军和第2070 第3旅 共7个式的兵力 在二本渔门重炮和轰炸机的火力支援下 再次向黑山大虎山发动攻击 七个式的兵力都攻不下一个小小的黑山大虎山阵地 这真是不可思议 立即电令辽邀香 今晚务必拿下黑山大虎山阵地 是 另外电令魏力皇 今天务必供下银口 是 还有其他的消息吗 郑州于10月22日被共军攻陷以后 遵照您的指示 我第4绥靖区国军主动放弃开封 东撤蹦步 林彪和罗仲环在来电中说 我担任防御任务的第28师八十四团二营 与国民党的一个旅 反复冲杀了十个小时 最后只剩下二十余人 仍进行了五次热武搏战 我们未来的新中国这三个字 是猎士们用鲜血著成的 他们来电说 我东北野战军主力于明日 也就是25日各禁帝黑山大虎山附近 准备成事而上 截灭廖药香兵团 全间廖药香兵团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但仍应该遵照老毛10月20日的指示办 以六个战斗力最强的纵队 分割包围敌三个军 及两个纵队担任围歼敌一个军 另一两个纵队分割半包围敌另外两个军 再不攻击 待我军主力六个纵队 揭灭敌主力三个军之后 再一时揭灭之 最重要的是 必须控制营口 阻塞敌人向海上逃跑 唯有如此 我们才有可能把敌人 全部消灭在关外 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 参谋处拟定了一个 围歼廖廖香兵团的基本战法 及各部的作战任务 决定在敌人退却时 以拦住先头 拖住后尾 加入中间的作战方针 力求全剑敌人 第十纵队等部 应死守黑山大虎山一线阵地 这一点很重要 守住黑山大虎山阵地 就等于把廖药香兵团 死死拖在黑山大虎山周围 报告 驻辽阳的国民党军 第五十二军第二十 已经到达新民地区 看来敌人 绝技与我在辽西走廊决战 我独立第二十 这一日也不用再去引口了 那引口方面的控制任务呢 敌人已经回尸西民 我们无需再控制引口 点灵 我独立第二十 立即返回西民半朗门之间地区 参加拒减廖药香兵团的作战 廖副司令 据来自各郡的消息 共军主力已逼近我兵团防区 共军主力已到 我兵团就有被权剑的危险 报告 沈阳脚总 魏总司令发来祭奠 一 你亲自指挥五十二军攻占引口 二 万不得已可退回沈阳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杨参部长 在 传达我的命令 向盈口撤退 是 第一 被掩护我兵团主力撤退 新边第一 第六军 第七十一军等部继续攻击 黑山 大库山 第四十九军 即新边第三军 第十四师为先头部队 担任兵团前卫人物 我兵团主力迅速向大挖引口撤退 我兵团主力迅速向大挖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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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参部的指挥部是谁的 那是我们廖司令 谁 是廖耀香的指挥部 廖耀香 廖耀香他在吗 在 他在 廖耀香的兵团 那不正是林总让我们找的目标吗 怪不得他们天线林立 戒备森严 还有女兵 这是条大鱼 就把我们啃不动 兵长 我们现在加上伤兵总共才43个人 如果要是跟他们硬碰硬的话 肯定不是对手 不如我们先赶回去 向尸部汇报 来不及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打烂他们的通讯系统 然后吸引他们的重型火力 用他们的炮声 向指挥部报告这个重大的敌行 营长 你是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了 是 同志们 就算是我们粉身碎骨 也要和敌人磕着一把